臺中市區擠滿中信兄弟球迷 街頭湧入一片黃海 大家都來慶祝總冠軍二連霸 讓球迷還翻天 總冠軍是誰的 我們的 祝總林薇祝帶著總冠軍獎盃 和球迷一起分享喜悅 中信兄弟球團二十號舉行 風王大遊行 臺中市長吳秀燕 也特地穿上球衣到場力挺 謝謝中信兄弟 你們是我們台中的城市英雄 愛你們喔 我們明年祝我們一起加油 明年三連霸 在這邊不見不散 謝謝大家 約定明年贏得三連霸 繼續在這裡不見不散 換句話說 是替連任市長先信心喊話嗎 這一語雙關 對手蔡其昌聽在耳裡不是滋味 盧市長一向都是這麼驕傲 他都認為他這個鐵定上選 所以也不用跟市民認真的拜託 不像蔡其昌 已經講了九百多場 跑遍台中每一個角落 你們也是第十號球員 所以我來跟你們講 也是跟你們恭喜 沒在市政公園參加油行 身兼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的蔡其昌 現在在終點站台中週記放球場 等待球員來這裡大集合 你不管是什麼政治角色 政治工作 還是要回歸你喜歡棒球 你是真球迷 我覺得這個才有意義啦 市長和會長 雖然和球迷一起同歡 但卻選擇同場不同框 也許是因為不想讓職業運動 沾染太多選舉政治位 以免模糊焦點 正希文孫秉坊 趙建林採訪報導